南部的疫情持續延燒 在高雄市有位媽媽 6號的時候 在醫院順利生下了一個小男嬰 但是沒有想到要轉往月子中心 做了例行採檢去發現 嬰兒感染了新冠病毒 呈現了陽性反應 但是很奇怪的是 父母親都沒有染疫 就讓他們懷疑說 有可能是在醫院裡頭遭到感染 但院方出面回應說 相關的醫護人員PCR 通通都是陰性的 目前高雄衛生局是介入調查 要進一步釐清 感染源到底在哪裡 醫院病患進進出出 疫情燒到中南部 醫院儼然成為高風險區域 如今高雄市就傳出 一名才剛出生6天的小男嬰 近感染新冠病毒 外院的那個月子中心 他們做快晒陽性才會確診 院方第一時間進一步 進行PCR採檢 證實男嬰確診 只不過這感染途徑 還要細查 時間回到6號當天 女子在聖工醫院 淡下男嬰6天後 移至月子中心前例行採檢 沒想到孩子進採檢陽性 但奇怪的是 父母親都沒有確診 也讓他們懷疑是在院內感染 所有的39位的工作人員 第一時間全部做快篩都是陰性 所以針對這個部分 我們也很想趕快找到他的感染源 可以跟爸爸媽媽一個交代這樣子 全體大篩檢強調 只要是院內接觸過的醫護清潔人員 甚至是同個空間的新生兒 通通都得採檢 儘管PCR結果皆為陰性 但小男嬰才剛出生未滿一周 接獲通報高雄市衛生局 也將協助調查 小男嬰目前已經入住到 我們的醫學中心的家庫病房 做後續的一些整治工作 希望能夠把整個感染源等等 這些做更好的理清 過程到底是如何感染的 是否連同院方 勢必都得好好理清 只是小男嬰才剛出生 沒多久就住進家戶病房 看在家長眼裡實在心疼 記者高雄最好報導 記者高雄最好